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子子 我想死你了 我在外天皇作战 立了许多的战功 回到日本之后 再也没有人能组织我们在一起 我会成为帝国的军官 不 我已经是了 我现在是帝国华中派剑军牛岛真雄 将军手下的诸位 那 我是 你是蔡蔡子 那你是 我是家庭医生 我和你 我们在日本恋爱了 后来呢 后来你家人说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武士 就不让你借给我 我来到这个国家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杀了一百六十二个中国人了 你杀了一百六十二个中国人 是 我是个武士 你可以嫁给我了 我是个武士 你可以嫁给我了 蔡蔡 蔡 蔡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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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是 我去的 杀了一百五十二踪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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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团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林夏 你 给我带走 站住 你为什么要抓蔡才子 贾腾君 你要干什么 你刚才说的是谁 蔡才子 他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蔡才子是我的未婚妻 她是中国女特工 不是 她是我的未婚妻 蠢猪 你给我闭嘴 我才不是你未婚妻呢 我是中国人 你是我的未婚妻 你的蔡才子已经死了 在日本嫁人了 不是的 你不能抛弃我 不行 够了 贾腾君 把他给我压下去 贾腾 把他先带到经理室 去等人 是 但愿这次行动不要让我失望 应该不会 他还真不如你引荐的灵狐管用 站长还是对我不放心的 哪里话啊 站长 灵狐是您开发的 您对灵狐一直以来的买卖政策是成功的 这谁都能看得出来 我罗碧月不过是替您跑腿传话 我是不敢抢弓的 有您在上海坐镇 我们才能左右逢源站得住脚 我罗碧月是心甘情愿地跟着您走 你多虑了 我只不过是想如何更大限度地开发灵狐的潜力 想如何让他真正地成为咱们自己的人 您是想招安他 招安这不是咱们说了算的 那要看上他的意思 不过就今天而言 还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命从大东亚饭店活着出来 站长 我得先走一步了 怎么 我要去搅合一下原田 现在大东亚饭店已经够热闹了 我要去想办法拖住他 别再让他过去捣乱 大家坐在这边 来拿下一个新闻 反正 would 今天用下一个新闻 是开启 radio 我们今天用下一个新闻 一起走 我们不吓吧 我要来坐 霍经理 这位就是你的老相好吧 你叫什么 说 谁派你来的 没人派我来 是我自己想来的 给我打 打到他说为止 怎么 心疼了 霍经理 听说你有两个想好的 不知道另外一位是谁 没 没了 霍贤婷 黄军对你不错吧 一直替你好好地照顾着你的家人 你不想他们没有依靠吧 就是这个 鸡品 光是这鸡品 人来了吗 没有 这个人啊 胆小得很 他非要您确认买了 他才肯现身 他连我都不信任 别说东西了 人我都没见过 这会不会是赢品呢 我仔细看过照片了 是真品的可能性很大 只要您确认买了 我明天就找人跟他联系 我要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哎 我知道 你跟这帮人没有什么关系 一定是他们逼你的 只要你说了 你可以继续当你的经理 黄军 也会继续好好地替你照顾家人 我有话说 好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先听 你当了那么多年日本人的走狗 说实话我瞧不起你 是个中国人都会瞧不起你 可是这些天我发现 你的脊梁骨并没有断 把你的头抬起来 要不要继续当日本人的走狗 想不想留下千古骂名 你自己看着办吧 闭嘴 你别担心 他还没有死 不过 不过 如果你还是不说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打死他 我心脏不好 这是药 说吧 他们没有逼我 是我自己愿意帮助他们的 别老是拿着那手里那块飞铁吓唬我 我能说这些话 我已经想好了 你手里这把枪 已经吓唬不住我了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但你扛住了他们的打 但是我知道 我肯定扛不住他们的打 我要是再这么活下去 那我就真的连畜生都不如了 与其死在他们手里 还不如我自己 我早已经想好了 这一天是早晚的事 我不想当罕奸 放进去 住 我 杀素 跟你一起的还有谁 这个 你得让我好好想一想 说 哦 我想起来了 还有他 杜碧 这个中国女人就交给你了 副作官 家腾中尉出事了 看好犯人 是 跑 拿铁马 � scal 继续 出炸铁了 铁马 干磁 entendu gri抿 咬 咬 宝珍 脱 来了 安全 从 站住 吴左官叫我来提犯人 什么 吴左官叫我来提犯人 大哥 大哥 他是条汉子 他到死都没有说出任何人 谁 霍经理 他是条汉子 大哥当心 混蛋 除死 除死 你们都得给我死 对不起 罗小姐 让你受惊了 不不不不 机关长您忙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罗小姐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机关长 说实话 这个东西啊 是按照您的要求找的 不过卖货的人说呀 已经有好几家都盯上了 人家是看着我的面子才留的 如果您不确定要的话 人家就出手了 罗小姐对不起 我现在真的没时间 顾这个事情了 没关系 反正啊 这种东西呢 多的是 这一件就让他们出手算了 我再帮您留意 说不定啊 过段时间 我还能再找到一件呢 不 这一件一定要得到 这样吧 你去找小野社长 就说这件东西 是我推荐给他的 去 赶紧接盐整个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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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快 站住 你不想是得手了 走飞 打 什么人 莫上 你不想是不用 一直知道 不想是不然 你不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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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不是不想要看所以我走 小哥 你没看到 卢展飞让日本人 打了头头台不像的 臭小子 我什么时候了 还说风冷话 都说 其实你怎么变这么时尚了 这卢展飞在边儿 说咱们多少风冷话 别忘了答死了 我现在想要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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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你什么时候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帮忙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帮忙去 一个大笑话 我可以回事 我就是 你帮忙 还会把你 干掉 你 那你 耳機 什麼車子 雷虎 沒子彈了吧 你身边的是猪雀吧 难道你想看到这么漂亮的美人 被子弹打得血肉模糊吗 大哥 大哥你走吧 走往哪儿走 你在外面的支援 已经统统被我们干掉了 大哥 我有话跟你说 三妹 我话回家再说 不许空 你儿养的小鬼子 你也我在这儿呢 你们来了 �로 外兄 我什么名得 我说 又出掉了一个 你怎么一点高兴气都没有啊 看来这次 袁田是真的要动怒了 看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今后的日子倒不是最重要的 现在最重要的 是灵狐和卢展飞他们 能不能顺利地出来 大达 大达 你们怎么说 难道连解释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对不起 亚腾一生的死等于判了我们的死刑 他是帝国的英雄 是帝国军队不可战胜的象征 怎么能就这样被中国人用一块瓦片给杀死了 你们知道你们该怎么做吗 确保以后来的勇士不再遇到危险 蠢货 你们现在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搜捕那些搞暗杀的人 知道吗 知道吗 要将他们一网打击 知道吗 知道吗 多编 你很让我失望 竟然在饭店里装死投生 你应该以欺负献罪 我会像一个帝国的勇士一样做个自我了断的 可是 在我欺负十线罪之前 我必须先除掉灵狐 好 你有这个想法 我很欣慰 去吧 今天就展开对灵狐和独斩飞的行动 是 冲村 你留下 叫他 监工 啊 你 说实话 我现在真想和土飞员换个位置 我去浅县带兵打仗 让他来上海 执掌我们的特务机关 机关长 这一前一后 一鸣一岸的两条战线 容易对付的还是第一条战线 在第一条战线作战 我们用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 就可以对付他们的一个正规师 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还能够打败他们 可是 在我们的占领区 在这第二条战线 我们却总不能取得像样的成果 正如我们在满洲和东北抗连作战一样 数年来 我们几十万人不但没有消灭了他们 反而让他们消灭了我们 和支那建国军将近十万 就连关东军司令部 都不得不承认 在对付 中国人凡日武装方面 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 不但要付出十倍的努力 而且还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 是 我已经遇见到了 在上海的这第二条战线 我们也很难取得胜利 因为我们自从进入这个城市 就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过来 都听着 最近谁也不许随便出门 鬼子这回吃了大魁 不会轻易甘心的 马上就要大缩补了 都给我小心点 我看没那么严重吧 以前她的大缩补也没对咱们怎么弄 大哥的意思说 这次的大缩补卓是针对咱们的 三妹的身份暴露了 是原田动手的时候 我看没那么严重 再说了咱不干活咱吃什么呀 让你收拾就收拾 过了这阵风再说 难道 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办法倒是有 我一直在想 最能奏效的还是那个办法 什么办法 是他们的叛徒 也就是他们中国人说的 罕奸 我记得 您在满洲的时候就这样说过 我是说过这话 我说 如果要消灭中国的反日武装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使用投靠的叛徒 用中国人来对付他们 那个徐孝辰怎么样了 哦 他已经醒了 只是脑子还不太清醒 经常的昏迷 说话也不太清楚啊 依我看 这个徐孝辰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用 找这么一个人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难事 主持啊 你还是太鲁莽了 现在 我们的两个帝国勇士 连续遇害 中国反日武装的信心 正在空前的高涨 哎 现在 很难再找到这种人了 仲散啊 想办法 尽快地让这个徐孝辰清醒过来 他对我们还是有用处的 怎么办 那个阿弟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这个人挺神秘的 一会儿呢 他偷了我的刀 不让我去杀那个加藤义胜 但是他自己又去把那个加藤义胜 给杀了 而且他还能逃出去 这个人我琢磨不透 哎呀 这还用琢磨吗 那看起来 肯定是卢展飞派来的人啊 你们想啊 他怕咱们抢了他头工 专门搞一个小妞过来搞破坏呗 不行 这不是卢展飞做事的方法 是个什么人哪 阿弟 你受伤了 没事 就是让加藤医生的刀尖划了一下 昨天晚上 我害怕有尾巴跟过来 所以啊 绕了半宿才赶过来的 别说了 赶紧去休息吧 这段时间你好好养伤 不要再心动了 那孙霍的事怎么办呢 我会派别人去的 你别操心了 赶紧去休息 来 哎呀护身 哎呀我疼 哎呀 哎呀我这等天 哎呀 哎呀 孝神君 哎呀 该起床了 哎呀你来了 哎呀我这 哎呀我这 我哪儿还敢演什么戏呢 现在 我们需要你出马了 抓卢展飞 你们中国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清理门户 这个卢展飞只要一天不死 你就不会安全的 他们是一定要把你清理掉的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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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大街街 收拾得那么漂亮 回哪家小姑娘去啊 难道我就不能为上一抹 可了吧 就你那点小心子骗得了我 说话吧 看个食欲亲家 我还以为谁呢 不过你不能去 我凭什么听你的 不是听我的 是听大哥的 大哥说了 日本人的搜捕没有结束之前 谁都不能离开 大哥他自己不就出去了吗 你能跟大哥比吗你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我还告诉你 今儿我还就出去了 你敢 站住 你给我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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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愿意 你给我站住 你站住 你都没有顺便 那你欣赏你 快点到你了 太多了 你从哪里 我还要你帮换到你了 两个人 看他怎么还吧 老子不让他还 只希望他别把手伸得太长就是了 组长 这次日本人大搜捕 徐孝辰又出来了 咱们怎么办呢 这个还有温吗 把他给我盯死吧 这次非得要他的狗命 那个点定位 不许是窟的 我都没想过 他也不想过 他也不想过 你也可以open 他就不想过 那你也不想过 对这些车子 你这两天胃口不好 玄武啊 你想吓死我 我没那意思 我这不怕你这两天胃口不好 给你送点吃的 你是贼啊 进门也不敲一手 我敲了 没听见 那 你看这螃蟹多 行了 你现在长本事了 你这个杀人约祸的强盗 现在倒也学起人家大老板 大老爷什么的 来调戏起我们戏子 没有 不是这意思 你看 这两天 听西班人说你都没去 怕你是病了 特地来看看你 我不是调戏你 我这是好心 好心 你们要是好心的话 就不会不问青红皂白的 把我表哥给杀了 我表哥是清白的 你们连个深渊的机会都不给他 就认定他是投敌叛国 你们是好心吗 你们那个灵狐可是对我许够诺的 可当时 不要跟我提当时 还有你们的好心吗 你们要是好心的话 就不会不顾我的感受了 我是没有去西楼 我有脸去吗 我现在连这个门都不敢出 好像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哥哥是个大奸大恶的叛国贼 走到哪儿 我都觉得背后有人直直戳戳的 说我是个叛徒的妹妹 我 我 你给我 别说了 我走 我不烦你了 你好好休息 等你休息好了 我再来看你 那螃蟹挺好吃的 滚 小山俊 这次你的情报 应该很准确吧 卢展飞的秘密藏身地点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要不是我当初跟他的时候 多留了点心眼儿 摸清了他的办事方法和规律 恐怕就没有今天这一出了 卢展飞是想跑都跑不了了 至于能不能除掉卢展飞 那就要看你手下的战斗力 怎么 你怀疑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斗力吗 卢展飞 他和前线的士兵不一样 他就是只生活在城市里的蟑螂 生命力极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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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